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 进行我们Excel分类的小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关键字查找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解决了便利文件的问题 并且把Excel从文件夹中找出来 那么我们这节课主要解决关键字查找的问题 我们这个学习目标 今天这个学习目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掌握从Excel中查关键字的方法 当然也比较简单 然后就复习一下Python的证则表达式 复习一下从Excel文档中读取单元格内文本的方法 那么这个证则表达式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用不到太多的这个复杂的证则表达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ython的这个证则表达式 Python呢它是提供了这个RE模块来进行这个证则表达式匹配 那么这个模块呢很大程度上 Python这个证则表达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Pearl的这个证则表达式 Pearl这门语言呢它是之前在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很火的一个语言 它主要强大的地方在于这个文本的这个处理 也就是说它的证则表达式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Pearl的这个网络模块呢也是非常强大的 包括跟系统的这个操作呀交互啊等等 唯一缺点就是Pearl这个语法真的是实在是太灵活太难以控制了 整个不具有这个工程传承性 所以呢到了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呢 还启用Pearl开发工程的已经非常少了 因为它太不利于传承了 那么但是它有一些优点 它也不是说这一无实处了这个语言 它的正能表达式是非常强悍的 可以说现行的这些语言 像Python C Sharp Java 还有这个JS 就是Java Script 那么这些语言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呢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个Pearl的影响 那么也继承了一些Pearl的这个优点 那么Python这个正则表达式呢 那RE模块里面提供了这个Search和Match两种方式 这个Search这个字面意思肯定大家都知道 就是查找嘛 Match是匹配 那么我们这几个课用的这个操作呢 跟Search差不多比较类似 然后Python这个正能表达式呢 还可以通过这个Compile 就是RE.compile去进行编译 编译完了之后呢 这个查找速度会稍微快一些 好我们大概来简单来回顾一下 那因为这个正能表达式呢 说老实话我日常工作中用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这块呢就不冒充专家了啊 本人也不太 不是特别熟悉这一块 那么他呃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表格 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他这个很基础的这个匹配呢 就是字母 也就是表格的这个左上角 呃 匹配单个的或者多个的或者一个字串这种 然后呢他比较灵活的是这个 呃 有一个正能表达式的这个匹配规则 可以建立它很复杂 比如说这个信号可以匹配零次或者更多次 加号呢就是至少一次或者更多次 那问号呢就是零次或至多一次等等 像这些啊 包括大括号呢就是 就在某某两个数之间 啊后面下面还有这个组匹配 那么加上小括号里边 那么就可以匹配某一个组或者某一个范围 然后这边呢中括号的这个 也是匹配一个这个class 就是这个 匹配某一类的就是整个一个类型的啊 都可以匹配掉 然后后边这个反习-d 这个这个比较常用啊 就是匹配数字 那么我们在跟一些这个硬件设备打交道的时候 如果想从这个他反馈的信息里边解析一些数据 那么肯定要用到这个-d 那么肯定要用到这个-d 然后这个-s 是这个whitespace 啊 那么下面这个呢就是 啊 这个 呃 大家都会知道这个 就是给一个页面定一个网址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尖角号开始 然后一个一个字串 然后以这个 dollar符号结尾 那么这个就是说从头到尾都要匹配 就是我们这个表格里面写的这个start of string和end of string 后边还要等等一些这个-c和-a 就是忽略这个mflag mflag在这个右边这一块 呃 是这个呃 开始和结束符号的这个匹配的这个行 呃 然后后边这些是匹配这个新件的行 然后还有这个type件等等这些特殊字符 呃 那么这个总体上下呢 这个规则呢 是很复杂的 我们用的时候呢 呃 好在我找了这张表格 不然我是完全记不住这些的 因为用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大家也是这样 不必非成为这个政策表达式的这个专家 你用的时候呢 能找到这么一张表格 然后把你需要的数据提取出来 政策表达式说白了 它就像一个这个筛子或者是过滤器一样 一堆东西丢进去 它能筛出你想要的 那么你这个政策表达式就是有效的成功的 筛不出来 那你就继续再想办法把它筛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 因为我个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也不过多的去说了 说的越多 错的越多 别误导大家 呃 这里面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杀鸡别用载牛刀哈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解析这个爬虫数据 那你直接用这个beautiful super fall就可以了 这个bs4 这个anacana里面也已经带了 大家直接用就行 不用不用安装下载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组装汽车 别重重复的去造轮子 比如说你看这个bs4挺好的 但是它解析起来呢 肯定不如正能表达式快 然后你直接想你自己用正能表达式写一个 作为学习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事情你写出来肯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因为这东西别人已经实现过了 呃除非你能实现一个比他还稳定 并且速度还快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得不偿失 所以呢别重复去造这个轮子 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关键字查导的这个例子中呢 不必使用复杂的这个正责比达式很简单的一个 嗯python的基础语法就可以搞定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从一个side中查找关键字 首先呢也是分割用户输入的这个关键字 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关键字不止一个 那么分割完了之后呢 我们便利这个一个side的个单元格 啊每一个单元格都要便利到 因为我们不并不确定这个到底 用户感兴趣的关键字在哪个格里面 然后对每个单元格进行这个匹配测试 就是说看看我用户输入的这个关键字这个列表 呃在不在这个单元格里面 那有哪些在哪些不在 呃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操作该怎么办 我们这节课还是使使用这个 Eclipse啊 因为界面设计完了之后呢 大部分就不用更改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编程环境就可以了 嗯 这个Eclipse补权稍微要好一些 啊 当然有些同学说那个PyCharm啊 因为我没有用过那个 但是据我的朋友和同事反映 那个PyCharm也是很不错的 但我不太习惯于你用Python本来就是一个开源的语言 然后你再去搞一个IDE去破解 这个感觉怪怪的 但是大家觉得好用 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我这个就使用了这个Eclipse 他这个也不用破解 补权的话也还可以 好 这是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工程MyExcel啊 这里边上次课我们讲到这个把这个文件挑出来啊 啊 挑完之后呢 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个前几节课讲过这个把这个 把这个一个Excel文件打开这个操作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掉吧 我们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Globe语句 嗯 我之前这个实现的时候是用这个OS OS模块实现的 那么这个有个啊 我们也介绍过这个Globe 也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我们就这节课就用这个Globe实现吧 XOS X 把所有的Excel这个 反栏出来 然后打印一下 打印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这个Excel这个操作呢 应该是比较熟练了 那么我们还是 打开之前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要蹂躏了很久的这个例子 啊 因为已经敲过了 所以我们这个代码不重复敲了 直接复制 能省一省这个手指就省一省手指 我们是在哪里导入的这个包呢 我给它在这儿 把这个啊 XRLD 这个包里边呢 openworkbook打开 然后我们之前这个课程呢 也也一个一个手敲的 在这里就不敲了 我不浪费时间了 直接复制过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 在模式匹配的每一个Excel里面 嗯 把这个文件打开 然后这里得改一下 这不是买FilePath了 这是iPhone 然后把这路径处理一下 把这个正斜杠用两个反斜杠代替 然后呢 把这个 一个Cell文件打开 打开之后 被每一行每一列 起环起环定位到 这个Cell里边 然后把这个 Value打印出来 这就是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执行起来怎么样 选文件夹 嗯 把Excel里面 好 然后点一下开始搜索 把这里面所有的字都打印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什么都没有 这很可能是我们上次新建Excel的时候 并没有往里面输入字 其实里面没有字符 所以它打不出来 嗯 这个不要紧 我们去给它输一个就好了 嗯 在MyExcel里面 看着眼睛有点花 我找一下 在这 好 我们打开它吧 好 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 那就 给它输入两个 好 这是第一个文件 就 打了三个 嗯 输入了三个表格 这个 这个也 输入几个字 好 然后关掉 嗯 Excel 选中 好 这个第一个就打印完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哦 两个都打印完了 嗯 他默认的第一个是这个工作表2 然后打印了MyExcel愿学习 工作表1里面是呵呵哈哈Python 好 没有问题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要获取这个用户感兴趣的 用户感兴趣的这个字符刷列表 啊 记得是在这个里面 直接看UI文件吧 因为那个空间叫什么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啊 对 在这儿 sif.lineEdit sif.x 那么我们在这个 曹汉数里边实现一下 把这个 用户输入的给它打印出来 再见 再见 好